因为一场战争,中国被西方人称作为了契丹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辽国被灭亡的前夕一个叫做一吕大石的人 率领200人起兵,逃到了蒙古桥帘上 在那里他收拢了被京军打垮的一万多名残兵败将 靠着这些人一路向西打,征服了大大蒙古 整个新疆以及中亚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一个叫做西疗的国家 公元1141年,这些在女郑人面前不堪一击的若姬太鸟们 在今天中亚乌斯贝克斯坦的著名城市三马尔汉附近 和塞尔铸帝国的十万联军打了一仗,使称卡特曼战略 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一条莫重彩的一笔 按照辽始的说法,参战的双方一旅大使有三万人左右 穆斯林起兵有十万人左右 不过土耳其理学家比较了他们一贯的风格 坚称这个数据是错误的 他们认为一旅大使也有十几万人 不然的话,就无法解释后面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双方在乌斯贝克斯坦的凯特曼草原进行一场决战 西兰人大获全胜 塞尔铸帝国乌斯贝联军全线崩溃,三万人震报 塞尔铸帝国从此走向衰落,逐渐质解 这让土耳其理学家们很抓狂 所以叶旅大使的兵力绝对不能少 我们之所以要提这场战役 其实并不是想拿土耳其理学家们开涮 也不仅仅只是为了告诉你 其他人并没有因为汉华而不能打 相反,他们很能打 除了打不过女战人以外 你有什么可好? 更重要的原因是这场战役在东西方的历史上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因为这场战役的结果 被正在东征的十几军艇说了 然后他们就相信在遥远东方 有一个兴奋上帝的约翰王 越来越强大,所向无敌 这个传说被他们带回了西欧 从此广为流传 甚至变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 特别是当奥斯曼帝国崛起时 军事坦廷堡陷落以后 西方人更加对这个约翰王朝思暮想 所以第一只葡萄牙全队离开里斯本 揭开了大航海的宣问时 他们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寻找这个传说中的约翰王 而因为这场胜利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也被西方人称之为契丹 有一种说法 China就是契丹的变因 当然这没有什么真凭史迹 只是众多的猜想之一而已 好了,这期视频呢 小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月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和分享哦